我们前面说了 神仙点化 梦境中的考验 那个才是最真实的自我 你平时在人前 甚至人后 表现的 再 骗得了别人 甚至连自己都骗了 都没有用 骗不过老天 神明 抬头三尺 每到更深 到讲 受更深 在前一天晚上 不要睡觉 因为自时就开始了 所以你那天不睡 到第二天 坚持一天 他就把你 身体 三师神 就是专用打个小报告 上天汇报 光是这样也没用 偷袭取巧 你总是 要面对自我 总有意外 天网会会说而不漏 但是你漏啊 我们 有一个朋友 也是这方面很厉害 那有一次我练功的时候 他看到我是没有张三封 他背后也是有师父 顺便跟我多说了几句 说你十六岁之后 那那都是师父在他耳边告咱了 发的 以及动的这个心窍 心灵的感应 他才说出来 接他的口 就 一直在 星山基德 当然 这里也是分层次的 我们普通人 就论记不论心 因为你这个起心动念的 有歪的心思 马上收回来 至少没有付出实践 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更高的要求标准 那是菩萨基因 你心 歪心都不能动 这就难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你小心思 就不是大行思 那就是为了你自私 过分的一些想法 这就为私 当然你本身就需要的这些 人之所需 不取所欲 那就不过分 那这个不算私 人每天 六十天 你家子 每到更生日 人身体的 三十神 就专门打小报告 上天汇报你的各种灵 那至少 好的神仙 那他有好的用 他很多情况下 功过不相抵 也有相抵的 那是一些 案例 那但是不能 每个都不良 你没法保证 所以 尽量不要做坏事 早晚的事 只分 来早雨 来吃 不是不报 时候 没到 因为到家 这个手更生 就到更生日的前一天 晚上不睡觉 因为此时就开始算第二天 所以你这一宿 清晨 这都不能睡 一直到了第二天 尽量还要过了前子时 才真的到了后天 那你就打个提前量 往后再多一点 还有什么真太阳石 但是现在人不在门中的 他就 也不懂 到了最后 就是所谓我们提到在门中 这些人 命是算不准 那所谓大善大恶 和修行人 命不准 当然是有说法的 三一命向五 三个一 它排在命之前 你就可以修正命运 可以再到前空 重新创造命运 那三的要求就很高了 那说 你前面 都可以给你算 但是你是门中人 你这个命运 不好把握 想靠你自己 想靠你后面的师父 怎么互相 一个糊涂 这个 一个朋友 就是这样